今天咱们来解密一下 到底是红色的盒子大 还是黑色的盒子大 打开黑色的盒子里面 有一个红色的小球 刚才黑色的盒子 是从红色的盒子里面取出来的 现在把红色的盒子盖起来 放到黑色的盒子里面去 再盖起来 打个响子 黑色的盒子里面 红色的盒子颜色不变 但是盒子里面 怎么又变出了一个黄色的小球 接下来再把黑色的盒子盖起来 放到红色的盒子里面去 打个响子之后 黑色的盒子里面 再打开 又变出了一个蓝色的小球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是黑色的盒子大 还是红色的盒子大 咱们来对比一下 其实两个盒子是一样大的 但是它们又可以相互之间 把对方给盖起来 黑色的盒子 可以把红色的盒子盖起来 红色的盒子 又可以把黑色的盒子 给它盖起来 你看懂了吗 那么问题又来了 这个蓝色的小球 和黄色的小球是怎么变出来的 你还记得吗 如果忘记了 可以回去看上一条视频